預售屋緊鑼密鼓施工當中 部分建案房價也直衝 去年從彰化 嘉義 花蓮 臺東到離島的澎湖金門 都有預售案成交超過三十萬 苗栗頭份甚至有建案最高成交 佔上四字頭 非都市地區這些建案 其中營建成本 佔建商的推案成本裡面的比例 是相對高一點的 就進一步影響到建商 推案時候的開價 以及之前房市還算滿熱絡的 所以消費者追價的意願也提高 房價天花板衝高 目前新北市板橋站上九字頭 三重八字頭 臺北市也只剩文山萬華區 單價還沒破百萬 部分地區還有題材能帶動 臺北市西區延平北路一段兩側 分別是未來的明日臺北城 以及臺北雙子星的預定地 而對面臺北郵局後方 未來也要蓋五十層樓的郵局雙塔 三大開發案估計會創造 上千億產值 臺北雙子星去年十一月動工 立平三年後完工 而北車公辦都更案 明日臺北城則預計二零三零年完工 郵局雙塔也進入招商倒數 帶動臨近大同區登場新案 最高成交到一百三十萬 改寫區域新紀錄 雙子星大樓開發案呢 為當地房市增加新的題材 給整體的大同區的未來的發展 增加了更好的一個園景 目前的新建案成交價從九十幾萬 到一百一十萬之間都是蠻常見的 只不過隨著房價來到歷史新高 加上升息政策打擊等因素 房市進入盤整階段 短期內只剩個案 有表現空間 財經紀錄音宽 李孟山 台月報道